28House的日子每日樓市 夕阳28House找楼app 赞助货窗 政府重推私人参建居屋计划 首阶段涉及两幅土地合共2000多伙 地皮分别位于东冲的第122区 和柴湾的长文道 分别1600和700伙 明年第一季就会招标 政府在定价、面积 以至卖楼手法都设有限制 当中实用面积最小要大约280尺 七成的单位最小375尺 推售之前要获当局批准 并且要在一个月内全数一次过推出 与现在发展商的卖楼手法有很大的不同 公开招标的地皮设有固定的折扣率 是市价的65折 如果是发展商的保地价 住宅部分就会是市价的三分之一 有物业顾问就认为 在现在的市况计划的诱因不大 始终都是不能够 释除到发展商有一些疑虑的 因为现在始终 那个一次性推出来 要卖完单位一次过推 其实因为在现在这个市况 扣减了可能起楼 要说是三至五年的时间 然后卖楼花可能 或者卖楼 不是一次过可以卖得完 但是整个发展的时间 需要五至七年的时间 在一个息口这么高的环境下 而楼价 现在还在方向的确定性 不是太大的情况下 其实可能对于发展商的诱因 听起来是会小的 回到去施楼市场 港岛的单栋盘新盘战 由鸭尼州的延岸揭开序幕 装饰中国公布投一批50伙的价单 面积大约200到310多尺 全数都是开放式和一房 施实最低500多万 最贵超过870万 平均赤隔26800多元 明显高过鄰近的同类一二手单位 但发展商就非常有信心 说项目火速少 不怕同期推盘的奥华 我们觉得都是贴士价的 都不怕的 因为其实港岛区都很久没有推新盘 我想多些楼管热闹点 令到焦点聚焦回港岛都是好事 不过计一计数 就知道项目的竞争力有多少 同区的单栋盘日南 2021年5月的开价是25000多元 相隔两年 代理统计的整体楼价跌了超过9% 港岛区更加累跌1成1 但沿岸的开价就高了6% 如果和鄰近的二手比较 例如同区的单栋盘乙南 香港仔的登峰南岸和南津营岸 近期的二手尺价 都在大约18000到21000元的水平 沿岸的开价最少都高了27000 项目最大的一房 317尺的单位 今批也有推到 发展商早前都开放了示范单位 间隔经过改动 又摆了家具之后 感觉是怎样呢 一起看一下 一入门口就是圆关和开放式厨房 厨房的上下面都各有厨柜 是常见的布局 唯独蒸焗炉就放在比较高的位置 用起上来就要小心点了 洗机等等的家电都是陷入式 冰箱只有半个身高 尽量省点位 工作台面空间不多 陷入式电池炉和升盘 已经用了大约一半的位置 放一些食材和器皿已经近乎堆满 未必适合煮很复杂的菜式了 客厅和饭厅都逼在同一边 家具就以浅色为主 避免感觉太压迫 所以在配件上 发展商都选了比较明亮的颜色点缀 就例如Cushion用上不同颜色的屏幕 为了不要阻挡通道 饭桌只能用迷你板 放在转角窗边 客饭厅连接着三合一的露台 装了桌和高椅 增加饭有限的感觉 和铺了木地板 主人房偏小 睡床靠着窗摆 只能单边下床 幸好对着两边的大窗 相信有不错的景观 但就没有多余的位置 放放书桌和梳妆桌了 也只能做一个小的衣柜 可以看到层架和柜桶不多 只够挂起几件衣服 单位迷你 发展商为了增加空间感 浴室也有大改动 原积的厕所门 不是在这个位置 也是在这里 有两道门 分别通去厅和睡房 用起来就要小心点 记得锁好两边门 那就不会有尴尬的事发生了 改动之后 洗手盘和淋浴间和座廁分开 好处就是湿气和细菌 无禁而碰到梳洗的用品 不过要选物 都是要依赖 淋浴间隔离的柜 可能就有点不方便了 新地都正式公布 屯门洞富林第二期 第二轮的销售安排 将会推出220多个单位 间价介乎开放式至三房 至实平均赤价14100多元 开放式的入场价 最贵是330多万 最贵是940多万 开放式和一房 只有少量供应 全数450万以下 两房就最多 最贵大约670万 三房就要接近800万起步 28House日日每日楼市 Heyo 28House找楼App 赞助放映 不订阅 下 oder sie